大火隔一天直擊雙北前櫃依舊營業 不少顧客準備歡唱 民眾打去定位周六要K歌 還被提醒要搶要快 如果你去電影要唱 各位說你早點定位 那天畢竟是連續假期的假日 昨天已經還滿多客人 打來無人消費了 有民眾爆料 為了五一連假向前櫃定位 業者表示 因應指揮中心規定拉大距離 15個人因往給剛好的包廂 現在加大空間 這些包廂以前是做16到20位的包廂 那現在是12到15位才可以做 因為現在一些包廂沒辦法挪拉太多了 以往16到20人的包廂 現在放寬到15人入場 估計約15到20坪 但如果要符合社交安全治理的 室內1.5公尺 前員工說根本不可能 會有個距離 可是不到說1.5公尺這麼遠 10個人的包廂 5 6個人在裡面 我覺得就差不多是防疫距離 那15個人定到了16到20 大概只能做個 6 7個 我們那一天是說會有大概 10到12個人唱 然後他就先給我們10人的包廂 前員工踢爆熱門時段 前櫃照樣讓剛好符合門檻的人數進入包廂 所謂依照指揮中心規定 各分店恐怕也只是走個過場 邱鎮前櫃則回應 以過去10人的包廂 現在都提供給之多6人入內 強調都會拉開社交距離 但真的落實程度有多少 恐怕也是後續追查重點 在台北綜合報道